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3日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5月4日星期三 美国中期选举3日拉开了序幕 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举行了初选 两党选民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选出各自的党内候选人 外界认为俄亥俄州的初选将提供一个了解共和党方向的早期窗口 并且考验前总统川普在该州的影响力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2日公开发布了一份泄露的意见草案 美国最高法院大多数成员准备推翻近50年前在罗素维德案中确立的堕胎权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3日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向媒体泄密行为 并且宣布展开调查 最高法院承认泄露的文件属实 但只是草案 法院尚未发布最终裁决 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 52岁的中国籍瑞士生物学家薛公达 串谋窃取海外制药公司的商业机密 被判有罪 司法部声明表示 薛公达参与窃取制药业巨头 葛兰素史克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药物研发成果 无国街记者组织3日公布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80位降到了第148名 这是香港史上最低的排名 也是180个国家和地区中跌幅最多的 被归类为状况艰难 2日晚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与超模母亲梅耶 出席被誉为时尚奥斯卡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会 马斯克对记者表示 衡量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是推特能否显著扩大受众 韩联社3日报道 今年中共可能派遣王岐山 出席韩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而以往中共都是派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出席 2013年中共派出的是时任国务委员刘彦东 2008年中共派出的是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有两个 一个是央视报假消息马云躺枪的幕后 有人在一石二鸟捞钱的同时打击习近平 另一个是上海至少连续发生了四起跳楼事件 崩溃的上海人出路在哪呢 先补充一下昨天的内容 昨天我们发起了爆料行动 然后呢今天就有不少的网友发来各种消息 但是很遗憾呢 有很多消息没有办法使用 只有一段视频或者是只有一张照片 缺少最基本的元素 比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起因经过 以及结果等等 大家在拍摄视频和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用简单的文字介绍一下 事件所发生的情况 这样便于我们查证 我们说起来也会清楚一些 大家也听得明白 不然的话就是事件再惊爆 我们可能也得弃用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一些简单描述 告诉我们基本的信息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爆料邮箱 是xwkd2017atgmail.com 无论您现在有没有爆料内容 都希望您能够记下我们的爆料邮箱 以备不时之需 xwkd这个是新闻看点的第一个拼音字母 2017是新闻看点频道开通的年份 我们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共同努力 今天早上 杨氏制造了一个大新闻 上午9点03分推送 2022年4月25日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 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马某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此案正在深入调查中 央视推送这个消息之后 其他的那些大小的官媒 其他的媒体都是纷纷进行了转载 这一下引起了阿里巴巴股民的恐慌 一开盘人们就纷纷抛售 9点40分左右 股价开盘立刻重挫了9.4% 大量股民分分抛售 不过大约在9点50分 央视悄悄地将原新闻中的马某 改成了马某某 随后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也在微博中表示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抓的是马某某 不是马某 仅仅是加了一个某字 事情立刻出现了大的变化 阿里的股价立刻出现了急速拉升 收市的时候已经收窄到了2% 中国有个词叫一字千金 马某某和马某 仅仅就差一个某字 但是这一个某字 让许多人切实体会到了 什么叫一字千金 根据股市报表 阿里在这次突发意外当中 损失了260亿美元 为什么一个某字 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有人曾这么形容记者 笔下有财产万千 笔下有毁育中间 笔下有是非趋直 笔下有人命关天 我们来看看央视 最先推送的这个消息 里面是有着强烈的导向 有三点特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第一呢就是事件发生的地点 是在杭州 第二是涉及的人物是马某 这两点极容易让人们产生联想 用一个词来说叫舆论印象 什么叫舆论印象呢 就是说人们对某个人或者某个事物最深刻的印象 只要提起某个词汇 人们就会不自觉的产生联想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您听到图样图森破 或者是闷声发大财 听到这样的词的时候 会连想到谁呢 一定会想到江泽民 这是他大骂香港记者的丑态 所以只要一提到这个说法 人们都会想到他 再比如我们提到包子 或者是庆丰包子铺的时候 你又会想到谁呢 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舆论印象 那么杨氏在这里提到杭州和马某 这两个词同时出现 人们自然就会产生联想 原籍杭州的马云出事了 因为他给的信息比较含混不清 所以许多人同时想到了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在人们自然产生联想之后 当然就会更注意到第三点 也就是煽动分裂国家 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并且特别指明这是危害国家安全 在中共的刑法当中 有400多个罪名 而在诸多罪名当中 危害国家安全这一类罪名 是排在第一位的 因为在中共的眼里边 杀人放火那都是小儿科 他的政权是最重要的 而在排在第一位的罪名当中 中共又把删裂分裂国家 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分别排在第二和第四位 也就是说 在中共的眼中 这两项罪名都是重中之重 根据中共的刑法规定 煽动分裂国家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以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处以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以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这三点原因 给人们就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 马云是犯了中共的重罪了 已经被杭州的国安抓了 所以众多的阿里股民迅速抛售 试图避嫌 有一点是不用细说 大家也都懂的 就是中共的官媒 他对文字的推敲使用 他在措辞造具排版布局上 都有一定的说法 所以应该很少有人会相信 这是央视的笔物 那么如果不是央视的笔物 这个背后就一定有鬼 央视释放假消息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存在 第一种可能就是利用股市异动 利用马云的名人效应 转移人们对上海疫情的关注度 也就是说 中共用更大的事件 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这种做法对中共来说 是轻车数路 不过这种可能性 相对的小一些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第二种 有人在操控市场 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我们来看这一波操作 央视先释放假消息 引起市场的恐慌抛售 但是很快又被迅速拉升 这种诡异现象 如果没有人为的在幕后操控的话 是很难出现的 也就是说假消息引发抛售之后 有人接盘买入 然后央视又悄悄改动假消息 这个时候股民发现之后 又重新买进迅速拉升阿里的股价 低买高卖 在人们的不知不觉当中 短短的几十分钟 有人已经赚走了大把钞票 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操控市场牟利呢 这部分人可能是谁呢 大家还应该相信一点 就是央视即使造成了这么大的混乱 它也不会受到什么实质的处罚 一方面是因为央视 它是中共的喉舌机构 中共不会自己割自己的舌头 最多就是同胞批评一声 另一方面就是 央视很可能是在按照某些人的指示 故意这么做的 4月30号 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知情人透露 说中共的网信办 是计划在本周就在这一周当中 与包括腾讯和美团在内的 那些科技巨头们要举行会议 干什么呢 讨论监管事宜 因为经济前景恶化 北京当局是计划要暂停 对科技公司的监管 从华尔街日报透露的这个消息来看 杨氏释放的假消息 显然就不是北京最高当局的意思 因为北京当局发现了 经济前景恶化 准备是暂停对科技公司的监管 也就是说习近平当局是准备 放松对科技公司监管力度的 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理 习近平当局是希望缓解 经济状况恶化的同时 应该不会再去制造恐慌 左手放松监管 右手又去制造股市的恐慌 这是说不通的 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不太可能这么做 这是自相矛盾的事 排除了这种可能 那么做这种事情的人 一定是想给习近平当局搅局的 也就是反习势力 而这波操作实实在在是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这些人操控市场 一方面是赚走了大把的真金白银 得到了经济利益上的实惠 另一方面制造了市场恐慌 让人们的怒火继续烧向北京当局 对习近平这是一次猛烈的反扑 昨天大陆独立记者高瑜 在推特上转贴了一个消息 北京市公安局清除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 当局认为这些人是傅政华的流毒 因此对相关的接收单位还提出了三步要求 推文中表示 北京市委组织部要求 那些接收被清理人员的单位 这些人不能进机关 不能管人财务 不能提拔使用 这个三步基本上是给这些被清理的人员限定了框框 这些人将永远不受重用 移植在最底层的部门做大头兵 直到他们退休 用中共早前的一个说法 这些人是被吓放了 高瑜在推文中指出 被清理的人包括远景学院党委书记高岩 治安总队总队长王毅 经侦总队总队长石湛平 平谷分局政委王雨霞 顺义分局政委车延 大兴分局政委刘鹏 还有海淀分局副局长王申宇 通州分局副局长郭平 以及大兴分局副局长曹国栋 和经侦总队纪委书记孙长青等等 在高瑜的这则推文之下 有一位网友跟帖是这么说的 公安部的内调已经细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只要一个人出了问题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 参加过活动的人都要约谈 相互之间比对口径和内容 稍有问题就会单独审查 有过接触参加活动的等等 这都属于是傅政华的密切接触者 这是用现在的说法 那极有可能就被病毒感染 呈现养性 所以按照中共的这个极端隔离政策 宁可错杀一千 也绝不可放过一个 只要跟傅政华这个超级传播者 有过接触都得要实施隔离 很显然习近平当局清理傅政华的流毒 是要进一步斩草除根 消除隐患 但是傅政华到头 他仅仅就是一个部级官员 对习近平够不上什么真正的威胁 够不上实际的威胁 也就是说习近平着力清理傅政华的流毒 很可能只是一个表象 习当局的真正目的 是在瞄准傅政华背后的人 通过傅政华在隔山打牛 而傅政华的背后势力 我们在以前节目中曾经分析过了 直接传染给傅政华的是孟建柱 以及孟建柱的后台老板 曾庆红和江泽民 之前我就说过 在中共的二十大之前 各个派系 为了各自的权势利益 彼此的政治角力会高潮迭起 相互的厮杀一定会相当惨烈 在这其中 可能会有一些 无关紧要的那些中国的官员 受到一些殃及 但是受影响最大的 始终都是普通百姓 接下来我们还是关注上海的疫情 上海在今天通报 昨天本土感染的新增病例是 5669例 使累计感染总数 超过了58万2000人 今天通报的病例数 已经是连续第十天下降了 比前一天下降了22.7% 此外上海今天还通报了 20例患者死亡 比前一天下降了37.5% 目前上海通报的死亡总数是 521人 当局仍然强调 死亡原因是患有基础性疾病 因为他们没有接种疫苗 但事实上 昨天去世的仍然都是老人 大多数年龄在80岁以上 平均年龄在83.95岁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 在今天通报的新增病例当中 有73例是在防控区发现的 在过去的14天当中 这些病例所在的地区 包括与其临近的地区 都没有感染病例 那么大家想一下 当局宣布的清零还存在吗 总部位于上海的多摩医疗咨询公司 高管孟天英对南华早报表示 在无人看守的地区 不断上升的感染 使地方当局没有办法宣布 上海已经实现了 社会面清零的目标 虽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但上海要彻底解封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严密的风控之下 我们已经看到 不少上海人已经崩溃了 今天网友爆料 在浦东新区富特四村 有一名男子富洋了 这种变化使这名男子的心态 一下就崩溃了 他一边喊着我富洋了 一边冲向检测点 有网友表示 他是试图拉下别人的口罩 随后这名男子 又与一名穿红马夹的人打了起来 但是很快被穿红马夹的男子 给打倒在地上 而红马夹男子并没有助手 又接连打了那名男子几拳 视频中还可以听到周围的人 在喊使劲使劲 鼓励红马夹男子 去殴打那名富洋的男子 网友还爆料上海的 几起跳楼事件 都发生在今天和昨天 网友表示 每次看到这些都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会在21世纪的上海 发生这样的事情 邮件中写道 这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很多我们都发不出来 就被和谐了 真的是太可悲了 另外还有四位网友 也先后在邮件中 发来了关于跳楼的视频 我都看过了 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滋味 整个心都揪在了一起 因为画面实在是太令人不安 所以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放了 但是我们会放在我的部落格当中 大家可以到沐阳的部落格去看 第一起跳楼事件 是发生在静安区太兴路 625弄太府民邸 跳楼的是一名穿红色衣服的男子 他在跳楼前发出了大声的吼叫 在窗户上停留了几分钟之后 他最终还是跳了下去 第二起跳楼事件 是在一座高楼上 跳楼者从一个小窗户跳了下去 视频拍摄者看到这一幕 被惊吓的发出尖叫 第三起跳楼事件 是在更高的一座大楼 跳楼者从十几层高的窗户上 跳了下来 第二起和第三起跳楼事件的地点 网友都没有做详细的介绍 只是泛泛的说发生在上海 这三起事件 跳楼者都是当即离世了 第四起跳楼事件的跳楼者 还算是比较幸运 保住了姓名 因为他砸在了一辆车子上 车子的封挡玻璃已经被砸碎了 鸡盖子也被砸进了一个深坑 正是这辆车让这个人保住了姓名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那个人还在伸胳膊 网友在爆料邮件中写道 看了心里很沉重 手都在抖 比比雪寨 是 相信谁看了之后 心情都非常沉重 如果没有中共严酷的封城 这些生命至少 不会以这种方式失去 一条条生命 就这样被中共给逼死了 这一比比雪寨 一定要跟中共清算 有的人可能听说过 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这句话 这是1952年 陈毅任上海市长时说的话 当时中共发动了无反运动 要工人揭发检举资本家的罪行 据《书斋闲话》一书当中记载 无反运动进入高潮之后 中共抓了一批资本家 连续抄家吊打和审问 使很多人忍受不下去了 就走上了绝路 当年的三四月 上海资本家 喝硫酸的 饮毒药的 跳楼的 投江的 上吊的 接连不断 天天都有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当时陈毅经常询问 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 陈毅的意思是问 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 跳楼自杀了 现在的上海 像极了当年的景况 在中共的极端封城之下 被毒死活路的很多上海人 绝望的选择了跳楼上吊等方式自杀 今天宝山区的网友爆料 金丰院三居居委会 在半夜叫了车 准备偷运走外地援助的物资 结果被居民发现了 随即居民发现 这个居委会内部 还是藏有着大量的物资 包括已经拆封的江苏捐赠的物资 你怎么会等箱的放在这里的 这应该等箱花了一户一剩呀 你拍啊 我半夜三更的被人家叫过来 我打给阿姨露出山的吧 不是的 我们是居民啊 对吧 你偷偷摸摸的 半夜三更的把这个货给运出去 是什么情况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已经连续曝光多个居委会 私藏外地援助物资的情况了 他们不知道居民在挨饿吗 他们不知道居民们被逼得跳楼自杀吗 他们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他们还在这么做 他们根本不在乎百姓是死是活 你的死对他够不成任何影响 他们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该升官的照样升官 还有昨天 青浦区金泽镇 将外地捐赠的物资放到超市里去卖 有老人买猪肉 发现上面还有外地检疫和援助的印章 老人拿到镜头前曝光 那些白无常中共的警察 不但不处理问题 反倒把老人是生脱硬拽 拉上了警车 这些中共的狗腿子们上下是串通仪器 联手在欺压百姓 他们吃的是中共槽子里的草料 已经没有了人性了 网友今天还发给我两段视频 在一处小区的楼下 居民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些白无常使用了警棍和胡椒喷雾 镇压百姓 有一名女子坐在地上是放声大哭 我可以打了可以打了 拿拿罐子拿罐子打人了 拿罐子打人了 拿罐子打人了 别打了 你看有个人 你让他回去了 你看有个人 一个人回去了 那个人回去了 被打到了 啊胡椒 枪回去了 哦胡椒 胡椒 胡椒 都五只眼睛 胡椒 都五只眼睛 胡椒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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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让他们拍 你看有没有人拍他还蹲下 不让他拍他 他就病了 他就病了 大家看看 很多人还称他们是人民警察 他们有一点为人民吗 他们都是中共豢养的狗腿子 镇压百姓欺负人民的工具 其实他们将来也不会好的 跟着中共跑早晚被中共给带进地狱 我还是想说 上海的百姓们居然连死都不怕了 为什么不站起来抗争呢 为什么不去面对那些白无常起身反抗 面对那些中国幻眼的狗腿子起身反抗呢 为什么非要选择极端的自杀呢 跳楼也好 上吊也好 对中共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触动 因为中共是魔鬼 而人们做这样的傻事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只会给自己的亲人增加悲痛 我希望上海人都能认识到问题的实质 事情并不是一死了之的 只要中共还在 它就会不断的迫害人 你如果死去了 但你的亲人还会继续遭受中共的迫害 他们的处境不会因为你的离世 而有任何的改观 上海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中共有任何改观吗 不仅没有改变 反而现在是变本加厉了 殴打百姓异常的凶狠 白无常一点都不手软 所以为了自己的亲人 为了他们着想 也不要再多无谓的牺牲了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要勇敢的站起来 曝光邪恶的暴行 和所有善良的百姓一起 去努力的抗争 唯有解体中共 上海人 包括所有的中国百姓 才可能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 才会享受到与生俱来的自由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 与我们进行互动 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多多转发出去 让更多有缘人 更多需要了解真相的人 接触到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